北京市长郭金龙将以文化交流名义 率领规模500人的文化团到台湾多处参访 其间将替多场表演奏势 包含大型的演唱会与舞台剧 对日趋频繁的两岸文化交流 学者严肃指出 文化交流是中共对台进行文化交流的目的 台湾民众要有所警觉 近年中共以各种文化名义 与台湾各界进行所谓的文化交流 对此熟悉两岸事务的警察大学副教授 董立文指出 2010年两岸签署ECFA之后 中共将对台政策锁定在文化交流上 而实质是要达成文化统一 董立文强调中共对台政策 已经由前几年的经济交流 转变为文化交流 董立文认为随着选后台湾的政治局势现况 未来背负文化统一使命到台湾的中共官员将会越来越多 选举一结束 而且是蛮久连任 我相信北京呢 他的所谓的文化统一 对台湾文化统一的 他就不会放手 他会紧密的进行 中共强权缜密安排对台统战工作 而即将又有共官率500人大举来台 成员包括北京市政府 北京文化局 北京商务委 北京市台办等官员 台湾各界不得不慎 新台市郭云开 刘兹营 台湾台北 算不到 今天的 love is 西红Ob 澳湾 优优独一 宾 σε